19號凌晨,一名黃姓女子和先生及友人到KTV唱歌 要回家時候因為喝醉了不小心和一旁的張姓男子發生碰撞 雙方就引爆口角,從KTV的大廳是吵到店外騎樓 而夫妻倆和對方還打成了一團 過程當中,張姓男子還拿出折疊刀攻擊 警方破爆後立即出動快打部隊 迅速到場一分鐘內把場面給控制住 穿著黑色短袖上衣的女子 最熏熏的和另一個男子走出了KTV 兩個人先到棋樓下沒多久 穿著黑色外套男子追了出來 走過去就大力推女子一把 瞬間爆發肢體衝突 火氣這麼大,原來是雙方在動手之前早就起了爭執 19號凌晨12點多 黃姓女子和老公在市區的KTV唱完歌之後要離開 因為喝醉了行進大廳時 不小心和張姓男子發生碰撞 就跟對方在大廳爆發口角 男子越想越生氣 最後追出店外大打出手 過程中居然還亮出折疊刀 刺向黃姓女子 造成夫妻倆的手掌都被劃傷 送醫治療 那本分局接獲報案後在附近執行林檢的警力 就是我們快達警力合計有16人 在一分鐘之內就迅速抵達現場 逮捕這個持刀的男子並控制現場 雙方應該是不認識 那也提醒民眾 當遇到糾紛的時候一定要冷靜 溝通處理 切勿訴諸暴力 以免處罰 陳姓夫婦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只是原本雙方互不認識 就因為不小心撞了一下 就引發口角 最後還變成流血衝突 張姓男子被警方帶回派出所 將三個人依傷害設違法送辦 實在是得不償失 記者徐立群華聯市報導